在街头巷尾吃烧烤 绝对不是为了 点饱肚子那么简单 对早就超越了果腹 这种低级趣味的吃货来说 烧烤夜宵的本质 是要吃得有情趣 有回味 有生响 想要体会唇齿流香的感觉 不仅要满足胃 更要满足的是牙齿的快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宜宾人干餐饮 俐落彪悍 在吃燃面的宜宾人看来 寻场这座宜宾下辖拱献的中心镇 夜生活同样一点就着 喝酒划拳 不只能在港片里见到 在寻场镇中心的烧烤夜室 每夜的兄弟聚会都像是我拼之后的放纵 晚上大家出来吃小夜嘛 能够吃的东西比较出名 吃烧烤要跟花心特色 豪爽的寻场人爱吃烧烤 但除了上述一听名字就让人干颤的烤铁 这位大哥手里拿着的却是寻场人的最爱 这种与大哥的造型反差极大的袖珍烤铁 到底是什么呢 很脆 很香 很香 挺酸口的 这是在烤茶树菇吗 看起来是很软软绵绵的 貌似很弹牙 腰下去 嚼一嚼却不一样 脆了 一下就能够咬 这晶莹透亮 颇有弹性的烤品 到底是什么 倒了寻场不是寻场 这位放出狠话 长得像玉面书生的大哥 却是寻场烧烤江湖的狠角色 擅似烧烤的现任老板赵霖 他手上翻烤的 正是只有在寻场 才能吃到的牙记商品 猪鼻精 吃在嘴里面那是有一种弹药 然后就感觉软 但是等你咬下去 那又是锤鱼 到了寻场 尝一口层次丰富的猪鼻精 你才能切身体会到寻场人民富裕牙齿的VIP待遇 这位大哥的解释 你听不明白吧 这是一个略显重口的神秘存在 猪头上有个部位叫做核桃肉 而猪的两条鼻梁精就藏在里面 一头猪只有两条 要满足一天的需求量 的确狂热而奢侈 对待猪鼻精 赵林的态度同样风格 猪鼻精烤前要煮 并且要去掉包裹着筋的脂肪层 保证提供给牙齿的 是咬合鼻精的纯粹快感 只有这样的声音传到耳膜 赵林才认为火候到了 要烤好弹性十足的猪鼻精 至少要四五年的烧烤功夫 烤制过程讲究大火出香 小火入味 先用大火烤出猪鼻精的筋道口感 再用小火慢慢注入辣椒 孜然的灵魂 真正的讲究 就在几秒之间 只有火候刚刚好 烤出一层薄薄的胶质 才能形成咯吱咯吱的牙齿欢呼 猪鼻精的诞生 意味着夜宵世界的全面生化 普通的烧烤 对寻厂人来说 已经没有意思了 今天是美国寻厂 我们吃寻厂烤烤烤 收点的菜品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三个咖喱人 一倍不能当地点击下来 最后这三个人吃了820串片 我们两个群人 我带过来吃 这两个人吃了一倍多串 别放心 我许一会儿我到电话 我说我上一次 来的时候你还要带我 就直接来吃这个饼 牙齿的欲望 其实比舌头更加贪婪 要满足一天上千串的需求量 不知有多少头猪要引尽挨刀 烤猪鼻巾是寻场烧烤师傅的终极绝活 而大学生小曾则是赵林的入室地府 12年正式毕业 在成都煮房地产平坡 我们做了五年到六年 然后不是很喜欢这种工作 这种可能是什么性格原因 我比较喜欢自由一点 小曾没有想到的是 一入烧烤深思海 即使在入门烤品刺激豆面前 大学学历也没有帮他显得从容一点 摇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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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腹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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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 是否到位就在几秒之间 烧烤同样是一门精深的学问 在小曾眼里 师傅绝对是一个烧烤狂人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 他随时都是想到烧烤的 而且他想的非常多 跟食物本身的一种交流 烤出很想要的烧烤的味道 赵琳对烧烤口味的执着 就是要让食客的牙齿 在凌晨之后仍然亢奋 有了猪鼻巾 巡场的夜宵就真的没法结束了 一波又一波的鼻巾 一浪又一浪的几后 让巡场的市井烟火 永远升腾在镇中心的烧烤街 当你听到了这样的取决声 你已经离开了弹崖的巡场 来到了春寒料桥中的 辽宁海城三立桥 这个村子乍一看不起眼 但进村一转 你会发现 每家每户都立着烧烤招牌 这个把烧烤作为支柱产业的村子 就是名镇辽宁 传说中的烧烤村 今天有几个口味刁钻的哥们 专程从省城驱车赶来 就是要嚼一嚼三里桥的味儿 兴哥 为什么你回来 安排吃这个烧烤 第一它是特色 再一个听没听我这个俗话 在天院桌比一秒 在地就要吃烧烤 东北暖炉土炕 大粒自然山椒 预示着这个地方 烤品的不凡 我们烧烤啊 其实我现在海城山里这块的话 已经成气球了 在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心管 来啊白哥 烤心管很常见 但心管整条烤 你只有在三里桥才能吃得到 面对牧民而来的各地时刻 每家村民都有自己的生意经 这是鱼哨 三里桥最老的烧烤家族之一 鱼家烧烤的哨东子 每天来得最早 精挑细选 从不把好货留给别人 咱们那个东西必要保证鲜 卖了就完了 如果你要是还想吃的话 明天再来 带回鱼家烧烤的心管 由老板娘亲自处理 与寻厂烧烤的猪鼻筋相似 需要剪掉头部的脂肪层 只保留让牙齿兴奋的心管入口 心管是猪最为金贵的部位之一 每一条烤心管可以卖6到8块 卖这么贵 到底好吃在哪儿呢 每次里外要回来 第一件事是那炒心管吃 茶里不行的 最主要就奔这个心管回来的 就是到这里 这种感觉 舒服舒服的 脆脆的 老板娘是实在人 并不赋予她更多的形容词 但没有这干脆的口感 晚上的酒局就没法开始 心管呢 你看着它非常干扁 但是我们咬 只要是我牙头就没毛病了 你就很容易就咬下来 它火火烤的 对 弹虫和心管其实都不能等 必须用三里桥特制的烤炉 以及火力猛烈持久的木炭 为的是大火快烤 千万不能烤朗了 跟你家楼下的烤心管不同 这种整条烤制的心管 最讲究独特的脆感 对火候的要求极为精确 这时候光靠眼睛已经不够实了 烤心管你会发现它放到火上以后 慢慢地它会收拾 会起一些小泡 出一种吱吱响的那种声音 心管冒油的独特声音 只有在三里桥练上几年 你才能听得懂 在挺个三秒五秒的 基本上这个火候就到了 在那个之前 把这个葱火上撤下来 得撤着拿回去 那会儿的口感是最好的 心管终于上锅了 当兴奋的咀嚼声环绕土炕 老友们的私密酒区才真正酣畅开场 嚼一嚼心管敏一口小酒 这个悠然闲适的旷味时刻 只有懂吃的人才能体会 你嚼在嘴里的时候 非常细腻的那种感觉 越嚼它是越香的 它是这样 心管跟东北人一样随性 调料是什么味儿 它就是什么味儿 刚一入口用门牙轻松咬着 然后慢慢咀嚼 能回味到极为暧昧的奶香 这种原始的快感 能让人多喝上两杯 聊聊天 吃点饭喝喝酒 其实锁力都是往上 加持我们之间的感情 来吧 喝酒 在寒冷的夜晚 喝光一壶老酒 和朋友聊聊略显颓然的近况 三里桥独特的烤心管 给这里的中年酒局 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 每天都是没有彩排 这样的烧烤意境 如果再来点怀旧音乐 那就更有味道了 市井之中多奇人异事 他们特立独行 我行我素 烟台老城区 左城里 有个阿宋烧烤 老板阿宋就一直把烧烤架 当成是他搓碟的DJ台 我叫阿宋 但是高中的时候 一校学的是音乐 毕业以后就在酒吧 做DJ做了有十年吧 我这人比较喜欢吃 所以就想去看一个烧烤店 后来可能做餐饮以后 我再喜欢喝点酒 体型也就怕 转行之后的阿宋 虽然胖了不少 但老本行仍然帮了他 自己剪辑的经典老歌 复古怀旧的店面风格 让吃烧烤成了一件浪漫的事情 有时候突然间 可以找到我的照片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只要感觉 感受 岌岌可危的老城区 灯红酒绿的酒吧街 守护着悠闲的慢生活 正是在这高楼环寺的遗忘之地 阿宋烧烤聚集了一批 内心浪漫 牙口刁钻的老烟台 我这个店的定位就是 就是一群吃货 他会吃 懂吃的 龙烧烤是什么 烂 脆 鲜 能达到他们如此蛮横的口感要求 只有烟台人才有福享用的 烤海肠 每天清晨 趁着天还没亮 对食材要求严苛的阿宋 就来到码头边的市场 买海鲜就要刚打捞上来的才够鲜 九田市场是烟台最大的海鲜集散地 各种海货应有尽有 但即使在这里 找到海肠也并非易事 转变了市场 卖海肠的摊位也只有两三贵 海肠品相也是参差不齐 可即便再缺货 阿宋也不会自降标准 粉嫩的色泽和十足的弹性 缺一不可 就是所有的海鲜必须是歇活的 像我这海肠都是每天去采购 我这盯着他们商家这 爱个的把它杀出来 把里面内脏去了 每天采购必须严谨 吃烤海肠除了对抗性很强的咬劲 更重要的是要喝到 内部鲜美的海肠汤汁 为了锁住汤汁 阿宋穿串有个讲究 烟台最地道的 老贵这种穿海肠 都是这样S型的穿 像烟台的一些老师货 一看你这海肠穿的 就压身 他就知道这个做 想要让烟台资深吃货们满意 烤海肠的火候 尤其讲究 一定要快活烤着 海肠在高温之下会微微蠕动 当蠕动接近尾声 撒上简单的调料 然后马上出炉 这时的海肠口感最好 内部的汤汁也浓淡合适 最为鲜美 搬着来吃海肠的 也是固定一帮人 一个小群体 我是觉得这帮客人 嘴比较雕 烤海肠必须倒着吃 否则不仅浪费了精华 吃下也很狼狈 看着熟客们兴致勃勃 躲在后厨观察的阿宋 也饿得忍不住了 干上烧烤 就跟减肥彻底无缘了 海肠对于这个 限制在里边 而且吧 我们来这个地方嘛 主要是这么多年了 也喜欢在这边 仰头吃海肠 一起喝小酒 在阿宋的小店里 你总能体会到微醺的醉意 所成里老烟台的居民们 喝酒少不了吃一口 咬劲十足的烤海肠 而在湖南岳阳最早培养出刁钻牙口的国企工人们 打牙剂的 这头刀工品则是一手王阳丽烤出的牛油 我跟你说 岳阳很焦的嘞 来晚了就没有了 它是有激发的嘞 我也喝多了 哎呦 我吃了很多 能让这位泼辣的岳阳大姐如此陶醉 忘记减肥 只有岳阳资深吃货最爱的烤牛油 牛油难道真的是牛脂肪吗 这也能烤 外地人也许不理解 就让烤牛油的始作俑者 带你一探究竟 指点江山 目光如炬 它就是岳阳烧烤界的传奇 黄阳丽 烤的不好弹 听话就好弹 不听话就不好弹 拜他为师 你要遭不少罪 但你却能学到最硬的烤烤东夫 因为他可能是最早一批干烤烤的汉族人 三十多年 从苗星开始 当时要加富货 当民白兰 毛的肩不高 在老爷子开始干烤烤的时代 国营工厂收入高 工人的口味比较雕 让岳阳人引以为傲的烤牛油 因此诞生了 牛油就是公牛的胸 仅凭这点就知道其珍贵稀有 每头牛只有五到六两 因此被老一辈岳阳人称为黄金肉 曾经当过兵的王阳丽 对待牛油的肉圆 有着军人般的执着 看老爷子的威风 谁敢不祭出上好的公牛 最好的牛油 最好的牛油来自冬季 天气冷 牛油的脂肪含量增高 烤出来汁香四溢 香甜可口 所以那些嘴比较雕的老岳阳们 会选择天气较冷的时候 前来大块朵鱼 除了上好的材料 老爷子的手上功夫也十分了得 在撒上葱花的瞬间 卷上一把牛油 高温会让葱香恰到好处地渗到肉里 我没像人家一样 放什么味道 什么鸡尖 什么鸡尖 什么乱放的 什么花部分 冷肉分 什么全放 吃烤牛油最有趣的体会 就是油脂在牙缝间流窜的快感 要达到这样细腻的口感 裹后的拿捏十分重要 油油 我们说 油油就看你自己人烤 没什么处理 没什么米方 掌握炭火 掌握火候 什么都需要自己 一定要小火慢烤 如果火大了 牛油就会被烤焦 一旦出现鸣鸣 必须用水浇灭 三十多年的烤烤经验 让王阳丽可以根据客人的偏好 控制油脂渗出的程度 从而决定牛油的口感软硬 如果是热放地 我就把它搞冷定 不需要搞冷浪 如果往南方走地 我就把它烙烙点 杨丽的牛油出炉后 如果从没吃过 你会被满口油香的幸福冲昏头脑 多吃几次 你才能像本地资深吃货一样 品味出深奥的门道 最先感受到的 使这个牛油都有一点奶香味 咬到嘴巴里面的时候 那时候有种油脂的崩发 这种爆发起来的感觉 然后再慢慢嚼到后面的时候 才会都是这个表里的味道 银的味道 然后再嚼到后面 这就只剩下一些肥的味道 像这位小哥一样的烧烤美食家 每次来吃 王阳丽都要亲自上午 因为这些老客人的牙口 真的很灵敏 就跟他刚才的 我订后没说 那就是说 你去吧 今天我一讲 不知道我一讲的 就是我一讲的 一手牛油带出个人 鱼身毛的 我这个人也不得 三十年来 老爷子仅凭一手牛油 就打遍天下无敌手 靠的正是对烧烤行业的前程 如今杨丽的徒弟 多半出去闯世界了 只可惜 他们没有让烤牛油 风靡全国 对于吃不到烤牛油的人来说 让牙齿兴奋 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烤板筋 但你吃的板筋 真的让牙齿满意了吗 带着这样的困惑 我们来到西安 这座地狱云极为深厚的西北重镇 看一看我们有没有亏待自己的牙 西安是卖烤肉的 只要买卖好的 生意好的 它的绝活一定是板筋 这位颇具艺术气质的哥们 是个老西安 走南闯北朋友不少 回到主场 必须要带外地朋友 去试一试西安的嚼劲 别猜了 这绝不是你想象中的板筋 西安人吃的板筋 不是咱们常见的 方形片状的长相 这种非常粘稠的调料 也略显违和 那它到底是个什么味呢 这个板筋是吃中的 吃到你个嘴里面 那种感觉 我跟你说 在西安老空港的大院里 十几年前 杨姐的糖醋板筋 就已经让 城西北的老住户们 莫尺难忘了 我们这儿这个板筋啊 就西安的板筋 这一根上穿三个 我吃着一个嚼劲 特别带筋道的那种 嚼着嚼着 做着味儿 然后喝着皮膚 要有一个板筋 那吃了个燃牙 那哪 我说的是 是哪个部位 但是跟我们这儿一起 有劲道不沾牙 是上毫板筋的第一标准 在会吃的西安人眼里 只有产自牛上脑的筋膜 才能称作是真正的板筋 如果以这个标准看 我们大部分人 压根就没吃过板筋 每天清晨 杨姐的侄子小杨 要起个大早 去本地的回民肉铺 买回用于烧烤的牛肉 嘴雕的西安人 烧烤只吃 肉质细嫩的秦川牛 跟牛肉打了多年交道 小杨已经不再是 用手挑肉的初级水平 这挑肉就不用拿手 就是过来过去抢 知道 或者就是 后肉的话 你打那一看 就能看来 就是那牛 这个很轻松 一步它就弄起来 烙牛的话 你这样就伏 伏伏它伏都伏不起来 好筋出在好肉上 这是老西安人的美味信条 牛上脑肉 只有两条 杨姐家的板筋 就是从这两条肉上 片下来的筋膜 筋膜薄而透明 筋道不粘牙 切出两大盘上脑肉串 才能穿出几串板筋 即便是老主顾 也有吃不到的时候 其他人就更别提了 吃板筋一般的话 还要给人预约 要说着 回话来吃 不给人回话 人家不卖 如果吃不到杨姐烤的板筋 吃杨姐烤出的肉串 也算值了 杨姐手上的旋转功夫 维持了十多年火爆的生意 在她的巅峰时刻 能一把烤出三百多串 这样高频次的旋转 正是为了热力均匀渗透 数百串 火候一致 绝对是个功用 最后撒上自家配制的辣椒面 再翻转数次 口感就能差到好处 杨姐这儿呢 它烤肉啊 两个地方 一个肉好 还有一个就是它独特的味道 像您刚说的那个糖醋的 别的地方还做不了 因为有糖一烤就糊了 每天深夜 杨姐都在封闭的后厨里 调配不为人知的蜜料 白醋 砂糖 番茄酱 芝麻等各种香料充分混合 温火慢熬 形成酸甜爽口的酱汁 刷上蜜汁酱料是最后的工序 也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 刷在火候正好的板筋表面 给弹牙的力道和香辣的刺激 又增添了甜蜜的回味 哥们儿只说对了一半 杨姐的店靠近空港 有许多空姐来吃糖醋满金 许多男性朋友也因此慕名而来 华灯初上 夜色渐浓 从传统小吃到糖醋满金的新发明 正是对牙齿的感觉极为重视的西安人 让十三朝古都的烧烤夜宵 长夜未央 除了小僧之外 烧烤狂人赵林又有新徒弟了 看着火上的猪鼻巾 他的小儿子想得好奇宝宝 炭火没有蒸干海茬的汤汁 烧烤也不能丢下唱歌的乐趣 千山万水浇下锅 一粒情丝真不妥 猜出歌名的人 阿宋更情愿为你 摊黑气枣 傍晚的三里桥 瑜伽的炉火早已备好 跟义气相投的人在一起 不怕喝高 金头八脑 缠绵思摇 牙的感受至关重要 斗斗转转许多年 板筋还在 牙口尚好 我撕了这么多眼 我觉得我写着在这里 这是最长情的告白 也是最脱俗的情调